OK,所以我們前面跟大家談到了說 如果我們有一個model可以寫成y等於x乘上beta加上一個arrow的話 我們的ordinary squares matter,beta hat,可以寫成a transpose x,inverse,乘上a transpose y 好啦,所以我們前面一直都跳過的東西就是 我們沒有告訴它inverse怎麼求 我們前面稍微只談了inverse的基本觀念 如果我們有一個矩陣a,那它如果可以取inverse的話 我真的沒有告訴大家什麼叫可以取inverse a乘以自己的inverse,或者說a的inverse乘以自己 都會等於一個identity matrix 我應該把它寫下來,這個叫做inverse 中文有人說把它叫做反矩陣 所以inverse扮演的角色就和分數一樣 就是當我們說我們任何一個數字小a的時候 它乘上小a分之一 或者說小a分之一乘上小a就會等於1 大家用一種看著 大家用一種可憐的眼神看著我 我覺得我怎麼開始講小學數學 是的,當我們小a是一個數字的時候 我們可以寫下小a分之一 然後只要小a不等於0,小a分之一就會存在 小a乘以小a分之一就會等於小a分之一 小a會等於1 所以對一個矩陣來說 它乘以自己的inverse 或者說它自己的inverse乘以它自己 它就會等於一個identity matrix 所以問題來就是 那如果我們給自己一個矩陣的話 我們要怎麼把它的inverse求出來 我們要先定義一些另外一個東西 我們要先定義一些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我保... 沒有沒有,我剛才想說 我保證大家學過的 可是我現在想想 我不能保證什麼 我能夠保證就是 20年前我在念高中的時候學過的 然後我之前還不敢 不敢承認超過10年前的事 不過總而言之我們談動叫做determinate 所以它的英文叫做 D E T E R M I N A N T 有的人把它中文叫做判別式 大家高中有學過嗎? 有嗎?有嗎?你高中有學過嗎? 好 我沒有想要聽到這個答案 不過我想這個答案太棒了 就是剛好同學笑了 跟我講他忘記了 好 判別是什麼 我們可以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沒有沒有 我們接下來就是要定義它 不過 如果我們有一個矩陣A的話 如果它是一個2x2的metrics 我們把它這樣寫 我們把它這樣寫 它是A1-1 A2-1 A2-1 A1-2 A1-2 跟A2-2 跟A2-2 我們先這個方向交叉 我們先這個方向交叉相乘 A1-1 A1-2 乘以A2-1 A1-2 A1-2 所以舉一個例子 如果我的矩陣是 如果我的矩陣是 1 2 3 4 它的Determinant就是1乘以4减掉3乘以2 也就是52 如果我们有一个比3乘3更大的 比2乘2更大的矩阵 如果我们有一个3乘3的矩阵的话 我们的矩阵长的样子 它现在是一个3乘3的矩阵 A11 A12 A13 A21 A22 A23 A31 A32 A22 A33 它的Determinate 可以写成 A11 乘以 大写的A11 的矩阵的Determinate 减掉A12 乘以 大写的A12 加上 A13 乘以Determinate A11 你会说 我们这边什么都没写吗 我们只是重新定义了三个矩阵 那这三个矩阵是什么 这个矩阵我们把它叫做A11 A11 什么意思 A11 这个矩阵是 A22 A32 A23 A3 最后一个是A33 这两个Color 这两个Elements 跟这两个Scalars 组成的矩阵叫做A12 它是这样子 A21 A31 A23 A23 A33 然后 这两个 A13对应的这四个东西 组成的矩阵叫做A13 A13 这个三节太丑了 等我一下 重新写一个漂亮一点的3 它是这三个东西哦 A21 A31 A22 A32 A32 的Determinate 所以我们具体怎么做 我们具体的做法是 我们同样的把 矩阵做 这个方向的交叉相乘 然后 这个方向的交叉相乘 可你发现 这个东西乘这个东西 再乘这个东西 然后 这个东西乘这个东西 再乘这个东西 加起来 减掉 这三个东西相乘 减掉 A12乘以A21 乘以A33 减掉A1 乘以A23 乘上A32 这上面有一个这样子的公式 就如果你现在跟我一起看Linton的教科书的236页的话 对任何的矩阵 我们都可以去定义 它的 Determinate 是 是 summention 我们这边需要加点 如果这是一个N by N 的矩阵的话 它是summention 然后A1j 是一个N-E 乘以N-E 的矩阵 就是 你把这个A的第一个Row拿掉之后 把它 剩下的东西拆解成 N-E 一个不同的矩阵 像这样子的矩阵 像这样子叫做一个矩阵的Determinate 我们为什么需要去来讨论什么叫Determinate 因为我们想要去定义一个 对 回到这里 我们的目的是要朝我们矩阵的Inverse 好的 我看我可以把什么东西擦掉 我把这边3x3的地方擦掉 我们暂时不会用到它 然后我把这个东西往上搬一点点 然后我把这个东西往上搬一点点 如果我们有任何一个矩阵 好 用这个颜色 我有一个矩阵A 它可以写成 其实我要用这个矩阵 但我把那个矩阵画得很滑 所以我再写一遍 如果一个矩阵A 它可以写成 A11 A22 对角 A11 A22 A21 A12 如果一个矩阵我可以写成这个样子的话 的话 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公式 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公式 它的Inverse 可以等于 首先我们求这个矩阵的Determinate 把它放在分母 它乘以A22 A22 A11 我们把对角线的东西换位置 这边加上一个复号 A12 复的 A21 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性质 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下实验说 这个性质是不是对的 所以我们刚刚这边举了一个例子 我们这边有一个矩阵 A矩阵 我们把它就写成 1234 或者1324 然后我们也写下了它的 我们刚也抽了它的Determinant 它的Determinant是-2 所以它的Inverse就是-2分之1乘以 我们把1跟4换位置 4 1 -3 -2 我们可以把-2分之1乘进去 它就会是-2 3 2分之3 1 1 -2分之1 好的 那我们现在可以来看 诶? 我们这样把A的Inverse求出来 那它真的是A的Inverse吗? 我们可以来真的试试看 嗯 说试试看很容易 我要在黑板上搬一个位置出来 我把这个 这个公式我觉得好重要 我把它留着 盖住这边 这样就不够了 嗯 然后我把 整个往上再搬一点点 整个往上再搬一点点 然后 我们就真的来检查这个东西哦 我们拿 1 1 2 3 4 乘以 -2 1 2分之3 跟-2分之1 这样的 这样的矩阵相乘 还记得我们怎么做 两个矩阵相乘吗? 我们拿 第一个矩阵的第一个Row 乘以第二个矩阵的第一个Column 然后把它放在新的矩阵的第一个Row 然后把它放在新的矩阵的第一个Row 第一个Column 也就是 2乘以-2 加上4乘以1 然后呢 这个矩阵的第一个Row 第二个Column 等于 1乘以-2 2分之3 加上3乘以-2分之1 最后 这个新的矩阵的第二个Row 第二个Column等于 前一个矩阵的第二个Row 乘以这个矩阵的第二个Column 等于2乘以-2分之3 加上4乘以-2分之1 然后如果你真的把这个东西做出来的话 我们一下就做出来了 我暂停下来执行 因为我要半个空间出来写字 你真的把它做出来的话 它会等于 1乘以-2 加上3乘以-1 等于1 2乘以-2 加上4乘以-1 等于0 1乘以-2分之3 加上3乘以-2分之1 等于0 2乘以-2分之3 加上4乘以-2分之1 等于 嘿嘿嘿 等一下等一下 我哪里做不对 2乘以-2分之3等于 2乘以-2分之3 等于3 4乘以-3分之1 等于-2分之1 等于-2分之1 等于-1 我没有做不对 我自己下自己的一下 它们上乘起来 会等于一个 identity matrix 同样的 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去验证说 如果我把 这个矩阵放在前面 然后这矩阵放在后面 相前后背等于 identity matrix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回去验证看看 我们下来的 我们下来的 学生的 有点 那是 有点 有点